亲爱的弟兄姐妹 以及各位观众朋友平安 很开心又到了我们 大哉天问神学讲座的时间 我们一起再来攻读这一段经文 丢罗西书一章27到28节 神愿意叫他们知道 这奥秘在外邦人中 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 成了有荣耀的盼望 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 劝戒个人教导个人 要把个人在基督里 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 在上一讲我们提到了烧纸钱 烧纸钱仿佛在华人文化传统里面 就是孝道的代表 华人烧纸钱连带的 一定还会有烧香拜拜 原来是商朝的时候开始 活人的陪葬太残忍 所以产生了草人 产生了陶涌泥土的或木涌的一个替代 到了南北朝就减子为钱减子为物 来做一个替代方案 好那到了明朝 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纸钱 变得阴间在使用 所以我们看到那个过程 我们也说到 那个跟孝道没有直接关系 原本是好意 但却成为华人孝道的一个根本 而我们基督徒如果不烧纸钱 好像就不孝顺了我们的父母就很惧怕的 如果你不烧纸钱 那他们二老将来过世之后 不就变成孤魂野鬼没人祭拜吗 所以就会反对信仰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课题 那今天我们继续进入到这个烧香的问题 同样的我说我们基督徒要硕本追缘 烧纸钱的由来我们大致上了解了 那烧香的由来怎么来的呢 我们基督徒要了解 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 圣经说如何如何 所以我们反对 这样子讲 对我们的骨肉至亲 他们在传统民俗的里面 他们觉得无法沟通 我们必须有一套 让他们幸福的 而且是接纳的 了解的过程 那我们基督徒必须要有这样子的装备 不是说不准烧香 不能烧香 那怎么传福音传不下去了 甚至夫妻间父母间家族间 我们就很难把福音带进去 因为烧香还有烧纸钱会卡住我们福音的行动 甚至他们会觉得恐惧 因为他们的儿女子孙 以后不烧香不烧纸钱 祖先怎么祭拜 没人祭拜会变孤狠野鬼的 所以会害怕会恐惧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客庭上 我们基督徒一定要装备 一定要了解 而且一定有委婉的 从神来的智慧 口才的传扬 那以下是我的一些整理 所以我刚刚讲 在华人民间地区 不拿香 不跪拜祖先 等于不孝啊 不烧纸钱 不孝啊 这是天大的误会啊 那我们一起来思想 我先把华人的孝道 做一个解释 因为今天在21世纪了 我们以为不烧香不拜拜 不拿不烧纸钱 就是不孝 那什么叫孝呢 孝道孝顺是指什么呢 我们就以我们华人文化里面 最根本的孝道的基础 这个孝经 我们来思想 我想没有一个华人 会反对孝经里面 所讲到的孝道 是正统的华人文化中的孝道 而且它跟基督信仰的孝道 几乎是一致的 我们一起来看 我们先把孝道讲清楚 我们再接下来讲 这个烧香的部分 它是真的孝道吗 好 那孝经里面说 身体法夫 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 孝之时也 这是我们所有华人 这个从小到大 不管是教科书 还是我们家庭的教育 我们都会朗朗上口的一句话 身体法夫 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 孝之时也 翻译成白话文 就是要好好照顾自己 照顾自己的身体健康 这是孝道的开始 所以看到没有 华人的思想 父母生下我之后 我们好好保养顾习 那我走在正道上 不伤害自己 这是孝道的开始 那孝经里面也提到 立身行道 扬明于世 已显父母 孝之中也 我们翻译成白话文 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 要努力上进 要光宗耀主 这是孝道的忠也 孝之忠也 所以我们要 让我们觉得 这个家族是有荣耀的 是被人家 所肯定所赞扬的 这个是孝道的忠也 立身行道 扬明于世 已显父母 那另外一句话是什么呢 死于是清 忠于是君 忠于立身 那白话文就是说 我们在家要孝顺父母 要侍奉双亲 对国家要忠心 忠于国家 而且要培养自己的品格 这个叫孝道 好这是华人文化里面讲的 孝的开始 不要伤害自己 要使自己健康 这是孝的开始 孝之中也 要光中乌要主 过程当中 要孝顺双亲 忠于士君 就是在国家社会里面 做一个老百姓 不要去犯罪 不要犯法 守法 忠于立身 培养自己的品格 这个叫孝道 简单明了 但每一个人 我们都知道 还有一句话 居上焦则王 为下乱则行 再丑而争则兵 三则不除 虽日用三生之养 由不孝也 那白话文就是说 就算你大鱼大肉 给父母三餐使用 但是其他重要的事项 你都没做到 没有虚寒问卵 没有体贴父母的心意 只是物质上的享受 你仍旧叫不孝 所以这是华人正统的 孝道思想 所以呢 我们看到 这不分宗教 不是说一定要拿香 烧纸钱 才叫孝道 而基督信仰 也是讲到这个啊 实践里面就强调 要孝顺父母啊 是我们在世长寿啊 孝 就是一个爱的 一个本质啊 亲情 那个才会产生孝道啊 所以我们要孝顺父母 这是圣经里面讲的 而且圣经里面充满了家谱 谁生谁谁生谁 那个家谱的概念 很荣厚的啊 所以基督信仰 是非常守孝道的 只是我们不拿香 不烧纸钱 但不等于不孝 因为华人的孝道 是这样子说的 那好 接下来啊 我们已经把孝道 先做一个澄清 那接下来讲 烧香 烧香 不是华人 自古以来的传统 我再说 烧香不是华人自古以来 一只烧香 我们的土产一样 不是的 烧香是柏来品 烧香是中国唐朝才出现 从印度那边传过来 中国唐朝之前 没有烧香的习俗 但我们不能说 中国唐朝之前 过世的我们华人 因为没有拿香 所以他们都变成孤魂野鬼 对不对 今天我们觉得 没有拿香 祭拜我们过世的亲人 那些亲人 就会好像到处飘荡一样 孤魂野鬼 所以在世的人会害怕 然后呢 所以长辈会觉得 这是大逆不道 但是唐朝之前 没有烧香的习俗啊 没有这个仪式啊 难道我们早期的华人 都变成孤魂野鬼了吗 没有人圣宗追远啊 在这里我也要说 圣宗追远不等于就叫拿香 所以我们这里看到 唐朝是中国历史中间的中间啊 上面很多朝代啊 但是唐朝之前 没有出现烧香的宗教习俗 是唐朝才进来的 唐朝时候进来 是从哪里 刚刚说 是印度佛教开始的时候 是释迦牟尼啊 他是当时的印度王子 大概在所谓的公元 就是祖前五百六十五年 到祖前四百八十六年 也就是中国周朝的年代 跟老子苏格拉底 几乎就是同一个时代啊 我们讲释迦牟尼 那他在印度教里面 但是他在菩提树下 他去了悟人生 于是呢 他开始了 佛学的整个的系统 他当老师 很多的弟子 坐在下面 要听释迦牟尼老师上课 那因为在印度嘛 天气热一点 老师讲啊讲啊 很多的学生啊 就累了 就开始打起瞌睡来了 觉得这不礼貌 老师在讲课 我怎么可以打瞌睡 当时他们就发现 有一种树木啊 会发 会有种香味 可以提神的 吸了那个香气啊 就不会想打瞌睡 于是他们很聪明 就把那个树砍下来 切成条状 一枝一枝的 切成枝状 插在一个桶子里 然后去烧它 老师上课的时候 就去烧那个木枝 然后想打瞌睡了 哎呀 深呼吸一下 然后瞌睡虫就赶走了 所以最早我要说 我们的烧香文化 就是不要打瞌睡开始的 那一个枝子 一个枝子 插在一个桶子里去烧它 就成为今天所谓的香炉 这个话我不能乱讲 是根据佛教学者 他们自己的研究来的 所以呢 烧香文化的开始 最根本就是不要打瞌睡 好好听课 就很像今天 我们就会插插万斤油啊 插插什么提神的 吸口气啊 或喝喝饮料啊 提神一下 就是那个效果 但这是第一个阶段 还在释迦牟尼讲课的时代 是提神用的 后来发现在听课 这个香在烧的过程 有一种仪式感 因为这些木材在烧 资质在烧 它那个烟啊 凉凉上升 然后有一种宗教的神秘性 跟树木性 于是当时的人们 就把这个烧 这个提神的树枝 就变成宗教仪式中的一部分 所以人要有仪式感 就是这样来的 因为那个烟往上升 有一种神秘性 飘到哪里去了 然后呢 越烧越短 所以带来了一种树木的宗教情怀 就把它变成一种仪式 这是第二个阶段 从不要打瞌睡的提神 就进入到第二阶段 就是仪式性 成为一个仪式的部分 那后来 这个佛教就传到了 今天的中国 唐朝的年代 就设立了很多佛教的据点 也影响到当时 很本土的产生的道教 那道教就把佛教里面 这个烧香的仪式 就移植过去 变成道教当中的仪式 而且又产生了第三阶段的改变 就成为说 在烧香的时候 是跟道教的神明 可以沟通的 还记得吗 第一个阶段是提神 不要打瞌睡 第二阶段 就是有仪式感 成为这个 佛教仪式中的一部分 产生一种树木性 神秘性 庄严性 第三阶段传入的中国唐朝时代 道教拿去使用 变成跟神明说话 第三阶段 有些人听到这里 会想到旧约 旧约的犹太选民 也会拿香跟神明讲 但是还是有不同的 有机会 我们可以来补述这个部分 但不管如何 佛教传到中国唐朝的时候 道教把这个仪式接收了 就使用了 就变成跟神明说话 第三阶段 到了第四阶段 这个是很漫长的岁月 我们把它浓缩 它是整个一只眼镜的过程 到了第四阶段 当时的华人 在拜拜的习俗当中 不单单佛教 道教 都把它当成神明或者祖先 会吸食那个香 在烧的那个烟 吸食那个香气 来做他们的食物 因为会迷人化 人要吃东西 吃饭嘛 吃食物嘛 那神明呢 那吃什么呢 哎呀 就是吃这些人在烧香 带出来的净钱的那个香气 做食物 所以神明吸食香气 为食物 甚至祖先吸食香气 做食物 这是第四个阶段 后来我们知道 有中原普渡 以台湾为初的 我后面会有一讲讲的 特别讲到 这个中原普渡 对华人很重要的 因为变成取代了 好像我们的旧逆年 对不对 我们旧逆年都没有什么活动了 可是中原普渡热闹得很 不单单台湾 东南亚 甚至欧美 有华人的地方 有唐人街的地方 中原普渡还是很盛行的 卖场都是在卖的 这是另外一个单元 好 那一直到了 华人中原普渡的概念 我也补充一下 中原普渡不是华人文化 只局部在一些地区的现象 好 那就慢慢变成 孤魂野鬼 也要吸食那个烧香的香气 当食物 这是第四个阶段 第五个阶段 所以我们就看到 从不要打瞌睡 到第二阶段 记得吗 仪式化有神秘性 第三阶段传到了中国 便能跟神明说话 然后第四个阶段 就是祖先也在吸食 最后呢 尤其近代这一百年 无论是祖先 神明甚至孤魂野鬼 都可以吸食 香气为食物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发展 所以我们看到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的烧香的由来 盼望我们基督徒 能够了解 不是一开始反对 拒绝 产生的对立性 这对我们传福音 是一个不好的 一个结果 二者所期待的 因为对立了 产生成见 怎么去解释 怎么去 这个带他们信耶稣 这一块是我们文化里面 就不容易去攻破 那个营垒的一个所在 如果我们硕本追缘 我们把我们华人 传统迷俗 那个烧香 我前面讲到几个过程 几个阶段 如果你一一的委婉 来讲述 我相信 我们这些亲朋好友 我们的骨肉至亲 是听得进去的 因为整个的来源 是连佛教学者 都承认的一个事情 所以烧香 它根本的起初 就是不要打瞌睡开始 后来自己 就是后来的信徒 就逐渐仪式化 然后加了很多 自己的推论 认为神明跟人一样 那要吃东西的 所以吸食那个香气 由我们在敬前当中 所烧的香 成为对他们的供养 成为对神明的一种 用我们的话讲叫敬拜 就拜拜 他们的拜拜的方式 成为一种祈愿 跟神明祈求 在出于至尘 又有烧香的烟 在往上烧 所以烧完了就没了 所以你们就看到 那个香烟是不断的 现在很多庙 很大的香炉 上面插的香好粗 好长 插好久 就好像神明 二十四小时 都接纳所有善男信女 他们的膜拜 他们的祈祷 他们的拜拜 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了解了 这个所谓的烧香的由来 我把这个历史浓缩 成为四个阶段 或五个阶段 记得吗 我们再复习一下 第一个阶段 不要打瞌睡 好好听老师上课 第二阶段仪式化 有这个仪式感 第三个阶段 传到了中国 道教吸收 变成跟神明说话 或说第四个阶段 细一点分 第四个阶段 又可以跟祖先说话 第五个阶段 是因为中元普渡 中元节的关系 变成神明 祖先 跟孤魂野鬼 我们说好兄弟 他们叫好兄弟姐妹 简称好兄弟 就一起可以吸食香气 为食物 大概是这几个阶段 但我们也要讲说 前面烧纸前 我们讲到了 而且带出来的废气 是有毒的 致癌的 那烧香 一样 烧香会烧出 很多 里面的成分里 有一些重金属 甲本 二甲本 这些重金属 一样 人吸了之后 会头晕 会产生心悸 会非常的不舒服 如果有小孩子 阴海在其中 对他的健康 是影响很大的 所以在一个 封闭的场合里面 在庙宇的祭拜当中 你进去 你会觉得 哎呀 头会不舒服 就是因为太多的香 虽然上面是空的 但是整个密闭 在四面墙壁里面 所以会产生 这种不舒服感 所以这是不好的 那所以我们就了解了 所以今天我们特意的提到烧香 也把中国的孝道做了澄清 以孝经做根本 那是中国真正的孝道的基础 身体要健康 是孝之时也 孝之中眼 光中药主 过程的里面 好好的对待父母 不是只是物质上的享受 而是那个贴心啊 让父母喜悦啊 让他们放心我们的社会啊 家庭的各个方面 好所以我们就看到真正的孝 是跟所谓的烧香无关 真正的孝跟子前无关 但今天却有了这么很大的误会 你们基督教不烧香 你们基督教不烧子前 你们基督教不祭拜祖先 等于不孝 这是一个好大的误会 我们必须要把它拆解 但我们要怎么讲呢 盼望主给我们智慧 透过上一讲这一讲 帮助我们 还原起初烧香的由来 还原起初烧子前的由来 那个不是不孝 而基督信仰 我们更强调 孝道 真正的孝 基督信仰是非常孝顺父母的 所以这一块面对华人的教会 教会界 我们更要着力在 我们孝顺父母的这种家庭见证当中 让所有不信主的这些至亲好友 我们的骨肉至亲 看到基督徒真正的孝顺父母 虽然不是所谓的烧香 不是所谓的拜拜 但我们真的是爱我们的父母 孝敬他们 然后我们也可以有智慧的攻破烧香跟纸钱 二者所撒下的网罗跟欺骗 盼望我们华人归主运动 以后不是一个一个 是整批的 是一个群体的归主 因为这两个会成为我们传福音的阻碍 所以一事归一事 而孝道可以孝道 我们当然我们说你佛教道教 你烧香烧纸钱OK 可是也请他们尊重我们 我们基督信仰没有烧香 没有烧纸钱 但我们一样的孝顺 而且是更为孝顺 不会进入到迷失的当中 但我们也澄清是为了福音的缘故 所以感谢主 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荣耀至圣的父神 盼望透过这一讲 我们对华人民俗 宗教民俗中烧香的由来 有了准确的认识 原来就这四个阶段 或我们所谓五个阶段 那我们知道怎么的 来跟我们的至亲好友分享 带出真道的恢复 真正的孝道的恢复 也让真理有免于迷信的自由 真理也让我们真正的得自由 感谢主 让我们成为可以传讲福音的 一个见证人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圣的名 Amen 愿上帝赐福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